大家好,我是Paner,Ban,和Malfin,收得近,大家好,我是每週個人日記錄 來到2020年第五十週,今個禮拜先來講兩隻 在12月Humble Bundle而取得的遊戲 講講Humble Bundle,其實我檢查一下 我是在18年年中加入這個年計劃 一年給了12個月的錢 但它好在不是每個月都被迫要的 你覺得那個月的遊戲適合你才真的要 要不然就可以暫停 所以到現在兩年半的時間 我才能用到12個月的月票或者年票 花了兩年半時間去買了12個 Bundle 第一隻要講這個遊戲是Children of Mortar 這是一隻Pixel Art畫風 我猜你可以算是Action RPG或者是Twinsic Shooter 我想都不可以叫做Twinsic Shooter 操作類似而已 的Roguelite遊戲 首先要講講它的美術方面的確挺漂亮的 在Pixel Art來講 它做得挺細緻的 不是很細緻的 而是有些人 我看它不動的時候有些idol的動作 都挺漂亮挺有趣的 但玩了我呢 偶爾有些敵人的顏色或者會造成傷害的攻擊 那些效果和背景的顏色有些類似 搞到我有時看不到一隻怪在出招 還有以Roguelite來說 我想這隻故事性都算是比較強的 另外有些想起早前剛剛玩的Hades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現在還是遊戲的初期 其實我就玩了Tutorial部分 Tutorial已經有很強的故事成份 然後玩了第一次出去冒險 冒險完之後回來 剛剛開啟了 因為第一次出去冒險之後會賺到一些錢 回來就開啟了可以升級 你可以用的角色的能力 而講回遊戲的升級系統 其實遊戲應該有十個八個角色可以讓你選出去冒險 暫時開始只有兩個 一個是近戰 一個是遠程 但看到它選人的畫面 還有很多角色去開啟 除了每個角色有獨立的經驗值 去提升它的能力之外 也說撿了一些錢回來 可以全面upgrade你每一個英雄的血量 攻擊力等等 我完成了第一次冒險之後 中途救了一隻狼仔回來 然後又得到一個支線任務 找一些草藥回來醫治它 我不知道中間會穿插多少這些額外附加的小任務 還有好像今次回來 就有一點故事可以說一下 但是我想之後 當你那個進度回到上下 就算你死完出去回來 也不會說中間會有故事說 還有因為這遊戲是Rogelite 所以死完之後 就不會說什麼都沒有了 基本上你的角色都不是死了 就是出去打到倒地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被一個法術 幫你召喚回到大宅那裡 就不是真的會死了 而其實戰鬥方面就不是很突出的 都是基本上阻制普攻 有些有些有些Cold Down的技能 再加上可以撿到一些Cold Down更長的一些大些的絕招 再有另外一些passive的被動的upgrade 輔助的道具之類 我第一次出去的任務 玩了兩個地圖之後 就去到BOSS裡 不夠BOSS打死了之後 回到家 似乎再出去 就要從那個區域的地圖再打過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開通了某一個區域之後 就不用像其他Rogelite 每次都由第一個區域再打下去 所以我想就未必會像其他Rogelite 甚至只是Rogelite的遊戲 這樣去到 完成了一個run之後 又再回去試一下另一些配搭 另一些技能 再去玩一個run的情況 可能就是玩一次完成了整個遊戲之後 就未必需要再重玩 除非你真的很想把所有英雄都升級 試一下技能 但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質素不錯 應該都會回頭回去再玩多些 接下來第二隻來說 都是Pixel Art畫風 都是可以算是... 這隻就不知道是Rogelite還是Rogelite 不知道死了之後會不會有些永久upgrade 因為其實我只是試玩了一次那麼多 暫時 就叫做One Step from Eden 這隻遊戲都是之前在Steam看過 都覺得蠻吸引的 因為看它一些screenshot 看到它一格格的 想著會不會有些... 戰棋Feel 還是好像有些Match 3類的感覺 但玩到原來呢 它是... 都不知道怎樣分類了 簡單來說呢 你... 那個角色站在畫面的左邊 敵人就在右邊 那你就... 用十字按鍵 控制它在那個... 方格地圖上走來走去 敵人的攻擊就會落在這些方格那裡 你要... 即時移動它來避開 那你自己的攻擊都會打到敵人那邊的區域 有些就直線射出去 有些是範圍技 有些就... 設定死了 距離四格 所以你要看清楚你的攻擊 究竟落在哪一點呢 而敵人也會走來走去 所以節奏比我想像中... 比我預期中... 是快的 而你所用的技能 你所用的法術 其實就來自一個Death Building的系統 就是一個可以自編的卡牌系統 但其實我玩完一次之後 我就未好知道 你的招式究竟是會按你的... 排序去到出 還是你選了這一堆招式之後 就隨機會給你 一開始好像只有三招左右 但隨著一路的進度玩下去 就會... 每完成一行戰鬥都會有機會得到更多的... 新的招式 但... 逢親這些有Death Building的遊戲 你都知道 其實多就不一定好的 反而如果你亂加一些不太好用 或者跟你其他牌不太配合的牌 就只會稀釋你那套牌 就是令你的戰鬥更加不流暢 更加低效率 也都是跟其他Death Building的Rogelite一樣 它... 有機會讓你移除一些你不想要的卡牌 但那個機會 或者... 都不是免費的 都是要花一些資源去這樣做 這遊戲玩下去 好像剛才所說 節奏比我想像中快 因為你又要顧自己的走位 又要顧敵人的走位 又要顧... 接下來你可以用的招式 是哪一招打落敵人哪個位 加上它的招式 分了... 好... 好... 這遊戲做得很厲害 但是... 一開始我實在有些... 應接不來 太多不同類別的資訊 太多東西要看 太多東西要學 很奇怪 這遊戲不知為什麼 我應該設定了英文 但在某一些部分 他仍然出一些... 中文字給我 那這個是... programming的問題 可能 那遊戲開始的時候 自己只有一個角色 讓你選擇 那之後呢 大概都有10個左右 可以讓你 unlock 那當然相信 都每一個有各自自己的特色 那遊戲流程 也都類似FTL 或者Slay the Spire 那路徑呢 是可以自己選擇的 但是那些路徑 那個地圖上面 那些icon 我仍然不太明白 是哪個打哪個 所以走哪一格呢 我仍然不像有什麼分別 所以這遊戲和我預期之中 的出入比較大 就不是說他不好的 只是我覺得 應該要花多點時間去到 學習一下去啦 或者他的tutorial 或者 新手那個... 上路的部分 可能可以做得好一點 那另一方面呢 這遊戲我就不知道 有沒有故事成份 我印象中 好像可以進去 他都沒有跟我說什麼 就... 開戰的 是不是我要自己按回 前文介紹之類的 出來看看呢 那... 要去查一下才知道 我想就不知道 完全沒有故事 沒有背景 應該我某些情況下 miss了而已 而今個星期 再來講講Extranier 因為都是花了很多時間 在這遊戲上面 上個星期 就說探索了自己 第一個星球之後 今個星期就繼續去 其他星球發展 拿一些其他的材料回來 做一些更加新鮮的東西 那現在這遊戲呢 有一個聖誕的活動 就可以去收集一些 散落了的... 一些機械人 其實不是機械人 那些更加高階的星球 應該會有些更加... 值分的道具散落了 那你撿了它回去之後呢 就用它一個設施 就...不知道... 寄回一個什麼總部 就可以換一些... 分數回來 有足夠的分數之後 就可以unlock一些... 特別的裝束 但這方面呢 我都未玩到有什麼成果 所以...沒有什麼可以說了 可以說的呢 就是我... 剛剛一個星期呢 上了月球之後呢 就... 無意中看到一架登月... 叫登月艇還是怎樣 跟著這遊戲呢 還自動幫我拍了一張照片 但有趣再查一下 好在有錄影度 原來這遊戲裡面 雖然有一個道具呢 是相機的 但你就算... 按了相機之後呢 它都不會... 幫你把screenshot save在某個位置 它都是叫你... 自己再用回你的平台 譬如Steam這樣 按了screenshot的按鈕 錄起去這樣 那是一個比較奇怪的設定 那為什麼不可以... 在遊戲裡 幫你自動做一個screenshot save在某個director 有多難呢? 那雖然說呢 探索完第一個星球之後呢 去到其他星球 基本上都是大同小 要做回... 類似的 不過由於那些星球表面 或者結構上 都有點不同 所以... 玩起來的困難度 的確是提高了 尤其是因為第一個星球 風和日例 加上地形 都比較平坦 沒有那麼多障礙 但去到之後的星球 環境比較差呢 怎樣去到... 行動 去到探索呢 都會... 增加了難度 已經... 所以... 暫時對我來說 仍然有值得去探索的... 內容在這裡 所以... 都會繼續玩下去 好了... 今個禮拜講的遊戲 就是這樣 我是Pandapod紅包 多謝收看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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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5 8 8 9